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蛇头亮哥 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 2019年在日本进行的男女混合4x400米接力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就是处在第三跑道的东京大学 本场比赛东京大学的最大接用对手就是处在第四跑道的三行大学 本次参加的选手都是你你才只有18岁的小飞龙 混合接力除了运动员本身的实力之外 其实交接班的顺序也是非常重要的 比赛开始后,东京大学第一半选手起跑非常不错 处在领先的海里中 而三行大学第一半选手起跑就会稍微逊舍一些处在落后的位置 当一二半交接的时候,东京大学是第一个完成了交接班 而三行大学则是第四个才完成了交接班 接班后,直见东京大学第二半女选手也是一位实力派选手 很快就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将领先优势扩大 而三行大学第二半选手也在风里直追 当二三半交接的时候,东京大学以较大的优势是第一个完成了交接班 而三行大学是第二个完成了交接班 东京大学第三半依旧派出的是女选手 然而三行大学第三半则派出了男选手 这个时候直见三行大学第三半男选手很快就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 在缩小和东京大学之间的差距 第三半才跑出250米的时候,三行大学就实现了逆转 直见三行大学男选手继续在风里加速 当最后一半交接的时候,三行大学领先第二的东京大学20米远率先完成了交接班 而东京大学以紧随其后完成了交接班 这个时候直见东京大学最后一半男选手在风里聚赶前面的三行大学女选手 直见东京大学最后一半很快就实现了逆转 当比赛进到最后100米的时候,东京大学已经领先胜后的三行大学30米远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只见东京大学最后一半男选手继续在风里冲车 最终东京大学耍开对手50米远,以三分27秒76的成绩无悬念夺冠 三行大学则被胜后的对手防超,以三分37秒18的成绩获得第七名 东京大学也打破了该项目的赛会击落 从前三半落后20米远,再到最后一半的凤利耍开第二名50米远夺击落 只能说东京大学最后一半选手的各种能力真的太强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我是查尼,咬字不清的大大舌头亮哥